全人死 高宏安一下车 支持者喊口号送暖 毕竟前一天才因为设诈 立院助理费跟资策会案 第二度被检调约谈 直到晚间八点多才结束 隔天一早马上出面反冤 我绝对没有涉及任何贪图步伐 希望说我们的检调司法 很实质 把立人的封骨 还有客观的事实证据 那尽快的侦查完毕 还我一个清白 否认涉及步伐 但高宏安在立委任内 设诈里的助理费 全案已进入收网阶段 传出近日将贞结 而前国民党立委严宽和 日前才因为诈里助理费 遭检调起诉 高宏安的案子备受关注 外界对于检查系统 是不是有被政治力介入 指导的这样的传言 其实真的是传言非常的多 那我想在这边 我也是必须要讲 公道自在人心 资策会提告的内容 真的是让我觉得 实在是太扯了 而且非常的瞠目结舌 不提诈里助理费 反倒痛批资策会提告 不过高宏安上任后 积极开挖 新竹棒球场跟南辽渔港 找查前市府 被质疑是在转移 司法调查焦点 法网灰灰输而不漏 我对于北检的专业 及独立性深具信心 有里长在前一天晚上 10点才收到行程 到了现场才知道 这个行程是要来帮高宏安市长 来加油取暖 应该要把重心放在辅助市政 市民有需求的建设上面 议员忧心市长被约谈 新竹市政可能停摆 高宏安司法案件 是否冲击新竹市政治版图 甚至连带影响 柯文哲的总统路 怎么闯过这一关 还是未知数 参照广观圈运步 新竹才马到